它總共就是第一類是基本的工具 我剛剛講過 那剛剛用到的大概就是幾個啦 比如說像什麼填顏色有沒有 有用到填滿嘛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選取好像沒用到 好像是那個畫圖了吧 圖成功基本的操作啦 那我們後面這些都會講到 基本的工具應用 這是第一類 所以從第10 102 一直到110 110 不過我們可能會只有講前三題 102 104 106 因為後面兩題太複雜了 我想 可能我們時間也沒那麼夠 再來說這個第二類的話是20 大概202吧 202 一直到 210 不過可能也會講前三題 最多啦 也就是說我們期末考以前 最多就是 再上6題 不過我想時間好像有點不太夠 我們會看實際上狀況 反正講到哪一題 就考到哪一題 OK 那首先今天的話第一題 就是先講一下那個102 這一個叫宋春 那他要我們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呢就是要建立一個 這個影像大小的影像大小為多少 300 成250的一個像素 特別重要是像素不是公分 這張圖 它的寬 特別重要寬的話就是300 所以寬300 高的話呢就是多少 250 那他說要自己新一個圖檔 所以做法跟剛剛那個做國奇國會一樣 要開一個新的檔案 寬就是300 高的話就是250 那我們要做什麼 請各位注意一下呢 你把那個圖檔下載下來之後 那我建議各位齁 這個診照體裡面的102體 打開來齁 或者解壓縮 那裡面的話呢 會有應該是三個檔 這個不算 這個好像是重複的 總共會有這三個檔 請你把這三個檔齁齁 直接全部開起來 那圖 這三個圖怎麼同時開起來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會把它稍微縮小一下下 然後把這三張圖怎麼樣 拖拉進來 拖拉到哪裡呢 記得齁 請各位注意一下齁 如果你要開啟 直接拖拉到這個上方 把這三張圖拖拉到上方 記得不要拖拉到下方 為什麼 你拖拉到下方 它會變成一個一個圖層 所以你拖拉到上方 它就會把這三張圖怎麼樣 給開起來了 上方這個工具列放開 這三張圖的話齁 基本上呢就會被開起來 有沒有 1 2 3 3張圖 OK 那也就是說以後齁 如果你有100張圖 你就把它丟進去 啪啪啪啪 全部都被你開起來了 幾張圖就幾張圖齁 然後你可以把國旗跟國徽 這個面板先關掉好了 這個不用了 把它關掉 那特別注意齁 請記住幾個重點 第一個齁 它這個102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齁 它有個TIFF檔 這個TIFF檔是什麼呢 是一個完成的樣子 它可以讓你看的一個示意圖 那TIFF檔特別注意齁 它已經存檔了 所以不能夠再什麼 它不能夠再修改了 所以它只是讓你看 不能修改 那最後你要交給我的一定是一個 PSD 為什麼 因為PSD的圖層還沒合併 所以還可以再修改 好 記得喔 這個是最後做出來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把它放大 Ctrl加 Ctrl按就再按加 好 這Ctrl加 再不夠大再Ctrl加 放大 縮小Ctrl- 放大縮小 那基本上這一題 可以分成幾個部分來看 大概四個部分 第一個 如何做背景 一 是把那個背景有沒有看到 一個漸層的 由有沒有 紅色一直到白色的一個漸層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個吉祥物 這個吉祥物呢 它是一個去背 去背之後呢 把它移到這邊來 那這個原始圖在哪裡 切到PSD01.jpg 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Ctrl加號 把它放大一下 那它第一個要我們考什麼 就是考我們請你把它去背 去背之後呢 移到哪裡呢 移到我們這個背景 好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有一個宋春 這邊有個這個圖 這個圖字有沒有 它要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有點像陰影的 你可以看到 切過來這一張 PSD01有沒有 它原來給你一個原始圖 是長這樣子 就是黑色的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變成白色的 背後是黑色的 一個陰影的效果的圖字 它給你這個嘛 你要把它變成像這樣子 這是第三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做出什麼 新年快樂 那你要必須做什麼 一個菱形 然後複字 總共一直往下 總共會有四個 然後再把字打上去 就會有這個新年快樂的效果出來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 可以拆成四個部分來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的把這個部分做完 那這一題做完就會是102 宋春 這一題 那請各位呢 稍微把題目看一下 然後呢 我們先完成第一個動作 1 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102好了 假設名稱是102 它的像素的話 寬多少 300 高多少 高就是250 題目裡面有提到 按確定 好 再把它放大 Ctrl加 放大 那我如果今天需要一個漸層的背景圖的話 該怎麼做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漸層工具 在哪個位置 其實大概就是從 大概中間的位置來一個 長這樣子的一個漸層工具 那我如果要做出一個什麼效果呢 做出類似像 這個完成檔的這個 上面是紅色 下面是白色的話 那我該怎麼設定 特別注意喔 它是兩個顏色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點這個漸層之後 再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 右邊面板這邊顏色 請你把這個顏色改成什麼 它的起始顏色 那起始顏色呢 在我們的題目檔裡面有提到 它的漸層色有沒有 要必須填入多少 237 2760 OK 所以它給我們一個顏色 237 然後呢 大家記性看不錯 可見的那個 油沒有吃太多 所以記性沒有變差 OK好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來把它 記得填完之後 那因為我是漸層工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起始顏色就變成我們剛剛的顏色 結束顏色就是白色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起始顏色 結束顏色是白色 所以我可以從上往下拉一下 放開 這個顏色就做出來 我做一次可以看一下 由上往下拉 記得把它拉垂直的 這個線不要這樣 放開 大概差不多到這裡吧 往下一點點 你可以做出來 放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效果 有沒有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呢 你要怎麼樣拿 作業比較高的分數 記得喔 做的跟它越像 拿的分數越高 OK 那不可能就做到一模一樣 但是你可以做到幾乎接近 好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懂了意思吧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剛剛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300乘250 對 利用漸層工具 由上往下拉一個 OK 這樣就完成第一個了 再來等一下我們就是第二個 第三個 再來就是第四個 各個擊破 這一題就完成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送春 以後 這個有點類似 你要去做一個卡片 或者做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 卡片 或者是做一個DM 甚至將來可以做一個什麼 其實像海報 你要把某個圖 合成過來 該怎麼做 其實之前同學問到 怎麼樣做影像合成 這一題一定也會用到